越华娱乐旗下练习生黄志伯 上月以卖口罩为柔进行诈骗 被上海浦东警方捉拿归案 案件在3月17日审结 案情指刚20岁出头的他 虚构出售口罩事实 在要求受害人支付预付款11.7万元后 拉黑对方后失联 犯了诈骗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黄志伯在庭审中表示 自己没有工作 平时没有收入 去找了医用口罩的资源 但没有找到 当时一时冲动拉黑了被害人 后来觉得不对想退赔 但没来得及退赔就被抓了 而诈骗的款项均用于自己的个人消费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录像是最终的 主要做到 学校的体积 最终的